世界十大桥梁八座在中国 五座在贵州 有着世界级桥梁博物馆之称的贵州 不断刷新着桥梁工程的记录 如塔的高度是332米 它是属于世界第一高蹲 332米相当于 110层楼的高度 这就是目前在建的 世界第一高塔桥梁建筑 平塘特大桥 作为贵州大外环的闭环工程 它的建成将桥梁按平塘线 至罗电线的车程 由两个半小时 缩短至一个小时左右 是横向连接贵州南部的交通要道 平塘特大桥是平罗线的一个控制性工程 如果这个桥不通 相当于整条线就不通 这个线一通就代表着整条线通了 这是你从未见过的中国 黄圆木色 建筑梦之心 筑活之重器 锯工匠之魂 将尿呆准备起动 5 4 3 2 1 起动 未来引领我们去发现 最美中国大有可观 本节目由上期大众图观L冠名播出 最美中国大有可观 贵州历经千年形成的喀斯特群山里 蕴藏着人类现代文明的数据库 世界最大单口镜射电望远镜FAST 又被称为中国天眼 坐落于这里 从贵阳出发 需要两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来到这里 桥梁和隧道的建设 让距离发生着改变 这个地形根据这个设计的这个选线 它就做到这么高 主塔的高度是332米 它是属于世界第一高墩 王迁 桥梁建筑工程师 他正负责的 是世界第一高塔平塘特大桥建造项目 他有着丰富的桥梁建造经验 在桥梁建筑领域坚持了17年 王迁所说的 是距离中国天眼85公里以外的平塘特大桥 被称为天空之桥 它拥有世界第一高塔 高332米的桥塔 直入云霄 它的建成将产生又以世界级标志性桥梁建筑 我们这种采用的是桥面整体运输到前面端旋转 在这个以前的施工经验中 相对于这个是手里 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资料和基建 我们在技术上做了一个就相当于一个尝试和创新 决断天气下特别是大风这种情况 对我们的钢梁或者是竹塔 就造成严重性的破坏 桥梁吊撞工作将近 了解到贵州这几天将下雨 王迁正感觉施工现场查看工作进度 这天应该是震雨 以下应该下不到后就应该有天 这一阵应该下完会 所以不会再来堂雨了 耳边都有点凉嘛 如果是说暴雨来了 或者大风来了 桥面上的施工人员那些可能都需要撤离 岳林 平塘特大桥项目的工程技术管理员 这是他毕业后管理的第一个桥梁工程项目 他是土生土长的贵州人 从大山走出 前往日本北海道大学留学后 回到家乡 今年也是他留在这里的第三年 在我要报考大学的那一年呢 我们那个中国发生了那个512的那个 温川的那个地震 当时呢我就挺震撼的吧 讲的是说我要学一些抗争啊 那方面的技术基础建设的这些 然后回国去 然后让我们国家不要再那个 有那么多的同胞啊 有那个死伤啊 其实我大学学的就是 呃 桥梁的那个制作的免震设计 就是还是比较偏抗震一点的 既然回国的话 我还是想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乡 让我们贵州现在是一个那个 呃 交通的一个大省嘛 还提供可以这么好的这些条件 就是可以接触到很多这些大桥啊那些 那为什么不回到自己的家乡呢 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呃 就是说今天下午 那个下雨 那个拉线被传染去进水了 坏了 现在更换 试试哪一个 哦 三号 三号 那一个是吧 对 那一个 连续的雷雨天气 不仅导致了项目工程的延期 还会给施工带来许多的安全隐患 这无疑又增加了吊装的难度和风险 为了确保安全 以及几天后整体吊装的顺利进行 王谦在雨停后 对其他设备安全问题进行排查 施工安全 一直是绷紧在王谦心上的一根弦 他的身上担负着平塘特大桥顺利建造的责任 更多的是身为桥梁工程师的使命 对贵州人来说 桥和岁的比度都非常高 就是说贵州这种山区 我们都是高山 要么就是我们的深谷 要跨越这些高山和深谷 就只有通过我们的桥梁和隧道来完成 大雨过后 工人们在桥底对桥梁进行检查 由于地处山区峡谷附地 没有足够的空间进行桥梁散间吊装 工人们需在桥底完成桥梁主体拼装 桥底桥梁拼装是整体吊装工艺所在 也是吊装工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很多地方很多桥位 是不能形成运输通道的 创新一些施工工业来适应我们的建设条件 王谦将赶往桂阳 将施工情况汇报给桥梁省移租委会 万一只用两株移租成立的整形 相应的的话你就要考虑这个问题 现在操作的话 它基本上都是在他口平台下 沈亿组委会的专家们 对整体吊装工艺提出了各自的建议 这次会议 对接下来顺利进入吊装工作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我们这个桥梁确实是第一次 都是不太同意我们做这个整体吊装 就是还是建议我们保守一点 做一些传统工艺的散件的拼装的这种 我想把这个程序去做一条 他现在的黑项里都是啥刺资 相当于他用小挂钩呢 他自然就落在他这个上头了 那一次无限题都要去主持一些工作 而且都是高科 就算过敏 就是为了这个方案 我们已经努力了一年多了 也要下去做了一些修诊以后 我们又做了另外一只评审 就是主持的交通厅的一个 他们的专家库里面 凑了一些专家 对我们这个方案做了评审 那我们就通过了 最终他们决定一致 批准完成桥梁整体调桩 接着回贵阳开会 王谦也难得抽出了一顿晚饭的时间 要不要吃鸡蛋 你想吃什么 我不吃的 你不吃爸爸吃 这个还有爸爸 来吧 给你 你给爸爸吃一点可以吗 给爸爸 给 给爸爸呀 小欣欣你看你 哪天有时间吗 我们可以跟姑娘把那个量水的体检煮 可以吗 做不得吗就是开始那天啊 就是需要排队吗 在那里做 先把请公众先做的呀 好吗 我们的工作性质呢就是在外的时间 相对来说比较多 我的休息时间或者我空余时间都和家人和孩子在一起 尽量的抽时间陪孩子 这样来弥补这个方面的失去的这一部分 我请找个想法 来 所以说 来 横梁 全体已全部拼装完毕 第二天 平塘特大桥将迎来第四段位的整体吊装施工 方案虽然通过 但成功与否还要看实际实施 165吨的起吊重量 相当于100多辆家用轿车 吊至180米的桥面 一旦失败 意味着平塘特大桥将无法再应用整体吊装工艺 导致整个项目延期 这对于将整体桥梁吊起的起重机器 桥面吊机来说是个挑战 岳林和王谦正分别对桥面吊机设备 进行吊装前最后检查 全新的整体吊装方案 对于所有人来说都存在着许多未知 165吨的钢梁 已经与桥面吊机的锁钩固定 在正式吊装之前 要进行一次试吊 因为每一次我们桥梁潜移以后 对我们整个毛布系统 吊装系统 我的上吊点下吊点 还有很多集点 它有可能都有一些疑味 有些松动 这些情况 所以我试吊 我吊离地面 5公分或者10公分 我在那里静在半个小时 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这种安全隐患 我再继续提升 吊装工作正式开始 桥面吊机会以每小时8米的速度 将桥梁提升到180米的桥面高度 并进行安装 整个过程将会在20个小时之内完成 提升过程中 桥面吊机是否运行正常 毛固是否有变形 都需要格外的关注 我们写之后 钢梁已经吊上来了 现在的连接还没有啥 把我们现在抓紧时间把我们这个编组两年连接先上了 我们这个吊装速度还是可以提升的 快速阻止时空现在要等它选择这个空中现在是 也是属于不安全状态 其实我们第四节的吊装 就是在吊装上面还是挺顺利的 从桥底下提升这边也是用了不到15个小时吧 总体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 在完成桥梁吊撞后 工人们对桥梁与主桥面进行衔接后 再将桥面板接入桥梁中 未来几个月 岳林以及平塘特大桥的工人们继续完成后续的吊撞工作 直到桥梁总体合拢 建成后的平塘特大桥将形成贵州南部地区横向连接的运输大东道 它将拉进平塘线到罗电线的距离 两个半小时的车程缩短了一半以上 我带这个工地可能回去偶尔也会抱怨就说上班很辛苦 因为我们要爬高然后就说很少回家 然后我父母就说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女孩子为什么要学土木 回家也会抱怨 但是我觉得这些工作上带来的一些成就感吧 或者是你看见这个桥 就是这么大的问题我们都能够经过极体的力量给它解决的时候 就像我们主打封顶或什么 你都会觉得说这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我去修路造桥 首先是我的一个本质工作 作为一个贵族人参与造桥 我觉得应该说是一个很体面很荣幸的事情 修桥铺路都是照顾人民的 往前还将前往下一个项目 那里的人同样需要一座桥来改变现状 几个月以后 这座全新的世界级大桥将在这里投入使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世界很酷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